有一套《刀劍神域》 《洛河拉桑》 我覺得這套是悲哀一點的 《洛河拉桑》 通常故事一開始 無論這個《洛河拉桑》也好 《刀劍神域》也好 《鐸恨》也好 這類故事都是說什麼? 一開始的故事就說 在現在的遊戲裡 有一隻很受歡迎的遊戲 然後這隻受歡迎的遊戲就會中招 但我們跟著說的《Overlaw》 是完全不同的 他曾經紅極一時 但接著要面臨執行伺服器的地步 他十二年了 因為是借RUN的 所以很久了 合理的 十二年接 這樣說 如果大家萬一 Word of War卡執行那天 就記得不要網絡 否則你會在裡面 對 這裡就說其實 其中一個角色 曾經是這個世界最強工會 他好像不是最強工會 最強有幾個 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強 總之是頂尖玩家 對 那他在這個伺服器的最後一天 希望就召集 就是他昔日的同伴 大家職一職 大家職一職 網絡這麼久 對 最終 最後只有一個屎萊姆 對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屎萊姆 最終只有一個屎萊姆 回應了這個 公會會長 即是我們的主角 飛雪大人 飛雪大人 飛雪的約會 對 即是上一上來 然後就說 其實我還睡 你給我睡 其實我是上班 上班 哪有這麼多時間玩 其實他說的 這個公會 是由一個社會人 上班的人 上班的人組成 其實是 我真的很懷疑 上班的人 真的可以做頂尖公會 可以 真的可以 我進了一個類似的公會 飛雪大人 其實看到 其實 阿史萊姆說 這個社會已經接完 然後說 我們要找時間再見 其實你見到 飛雪也套了 他說 再見 你留下聯絡方式 最低給我一個電郵 然後再見 在哪裏見 在哪裏見 好明顯 那一位已經不想玩 其實他上來 都說 不好意思 隨便 然後上來 其實我眼睡 其實 這些 這些是比不上線的人 更加是一個 傷害別人心靈的構思 他跟那些 很久不見的 有空喝茶的分別 對 其實是客套說話 他其實跟飛雪說 你醒一下 即是說 面對現實 你都翻了 最終就是 飛雪 希望在伺服前 留在伺服前 最下一秒 見證這個伺服器結束 但是 當數到23.59元 就達到00秒之後 伺服器沒有結束 然後 就發生了 其實 不可以說伺服器沒有結束 即是說 他所能道理上 應該眼前一刻 怎知道 為什麼沒有 應該跟著 視服器斷線 應該正常來說 有Disconnect 是的 視服器斷線 感謝你十二年來的力 力支持 但又沒有發生這件事 然後 他看到 身邊 這個公會 人設計的NVC 就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 好像一個活人 是的 還有其他東西 例如 玩家可以召喚 畫面 GM對話 完全沒有召喚 完全沒有 實際上 其實這裡的套路 就是 他真的進入了二世間 應該說什麼呢 他將遊戲的一些能力 將它變成一個奇幻世界裏面的系統 其實你實際來說 Overall這套東西 其實是一個遊戲的角色 進入了二世間 是的 一樣的道理 是的 當然 飛鼠進入了這個二世間之後 其實他就 他開始就是尋找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個世界做什麼鬼 是的 當然 因為他本身這個公會領地 某種意義上 其實已經變成一座 魔王城堡 魔王城堡 就是魔王城堡 周圍什麼都沒有 這個東西是正常的 通常這些副本 都是在很荒蕪的地方 不是 重點是跟原始的遊戲的地方不同 其實不是在遊戲裏面 所以就像你說的那種 就是他突然間去了一個異世界 不是說進入了一個遊戲世界 應該這樣說 就是他將遊戲裏面 即是極設定魔法那些東西 灌入了這個異世界裏面 抄了你的資料 那些資料 是的 變成一個法則 就是阿菲薯來到這個世界 他就是一個 俘虜族 不死族 不死族 不死族的魔法師 他是一個 還是超強的 暫時你說 你看到他是超強的 因為那些 那時候已經是滿等 魔法修得很厲害 那些就照抄回到這個世界上 因為看下去 其實 不幸地他用了一個不死族的角色 而他不小心 這個不死族的角色 就進入了這個異世界 其實跟我們說的就是 在網上遊戲進入 如果你是人妖 就很悲哀 那些死人的東西 即是那個角色是女的 但整班老的聲音 是的 那些很悲哀的東西 其實 他的悲哀就是 他是用了一個不死族的角色 即是孝龍頭 是的 那當然 但其實我覺得他的聲音 也是太年輕了 你這樣說的 其實他用了兩種聲音 他的一種聲音 其實就是他內心的對白 就是他原本世界的那個人 他的聲音 但他講出來的聲音 其實是 好像一個大魔王 一個很老練的人 甚至是遊戲中 系統設定聲音 遊戲中聲效的聲音 他表現出來有兩個效果 你反而就是 你純粹當那個年輕的聲音 是他的心音 即是他內心的對白 其實他是一個 那些對白 就是看見 全部都好像 不是說出來的 很怕死的 自己想的東西 就算他 有時候他在說的時候 你要轉換 其實他用那些很威嚴的聲音 在說話 所以他的暴下才會說 哇 飛鼠大人你簡直是深謀遠慮 你不要說 我覺得他做什麼的時候 以暴下的忠誠度 他說什麼都說 他的暴下全部 拆到忠誠度是全部一百 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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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案件 其實是 設定 原本他們 這個公會裏面 創造的人 NPC的設定 飛鼠 恨而 最後把一個角色 玩東西的地 改了一些罪術文字 最後說 你這麼悲慘 那個罪術文字 就說 他是一個賤人 他是一個賤人 他那個字眼 應該是Bitch Bitch 改成就是 突然之間想 哈哈 很喜歡我的 其實是 這些是很典型的 歪歪的決定 那 恨好他這樣做了 如果不是這個角色 應該完全不同了 分分鐘是一個 來到這個世界裏面 其實 你是看的就是 究竟 其實他和 Lock Arrival 究竟在這個世界裏面 他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但他和 Lock Arrival 有不似的地方 就是他只有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 暫時來做 暫時來做 你看到他暫時也透露不到 因為 Lock Arrival 由很早開始 其實他在找 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他們未必想搞很多事情 他想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 但這裏是不同的 他又是有少許漫無目的之外 但突然間他又說 不如嘗試征服世界 所以你會見到 Lock Arrival 從來沒有說 不如統一阿瑪陀這類 他沒有這個觀點 所以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以及走向也會有一個分別 或者這樣說 他本身 因為始終只有一個角色 只有阿飛鼠 這個角色 來到這個二世界 他根本沒有可能 沒有人跟他商量到 究竟他可以做些什麼 即是Lock Arrival 就是整班人唯一唯一唯 或者都見實不太好 大家都說 喂 怎樣回去 不要 死了就鎖到 我們一起跳鬧 你沒有這些人的介紹 如果你是一個人 老實說 你會想 是否其實死了 我就可以回去 你夠不適合 你沒有那麼多的勇氣 是不敢這樣做的 所以那個設定裏 其實你看到的 那個行為 其實飛鼠是很謹慎的 其實整個人 就是 很多人都想過 一定要有退路 反而我覺得他那種 那麼謹慎 反而不像他那種角色 他的角色就好像是一種魔王的角色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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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落差 我覺得是 他那種 他那種 氣場 在他俘虜的氣場 時 在其他角色看到 哇 這傢伙的那些是殺氣 真的很有趣 你看到遊戲畫面的人 會有些特效 那他這裡 換回二世界角度 就沒有特效 但是 好像要出一些表情 或者反應 就會有些氣場 綠色的光 暗色的 暗色的 而這個位置 挺有趣的 他現在開始報復承 就是什麼呢 他選擇了不死族 因為他是一個不死族 來到這個世界 第二、第三、第二 已經說過 他已經沒有了食慾 和睡眠慾 性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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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一埋牙就會關火 他是這樣說 其實他是不是開始主門 因為他也說過 殺人 其實他是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他開始沒有感覺 是不是因為不死族 這個角色 令到他 人產生了這些 改變 其實未知 甚至乎 遊戲角色 已經成為他的本體 對 甚至會不會是 因為他這些外在的設定 會令到他慢慢成為 一個成魔之路的魔王 首先是真正的不死族 對 真正的不死族 成不成為魔王 反而是其次 對 但當然 你說他現在的 他就開始在做 拯救世界的人類的行為 超奇怪 我覺得這個 他明明一個魔王 都很認識你 怎麼會救村民 為什麼要走去屠殺村民 見人就殺 可能他徵服世界的話 其實都要奴役一些人 他可能想做一個暴君 但暫時的故事是未知 當然 阿飛鼠也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這個不死族的角色 其實是會引起別人的恐懼 戴上一個面具 甚至乎那些村落 不是一些不死族的村落 和你完全是不同類型的人的存在 對 所以 會有恐懼 其實那個感覺 有一點好像靈之時魔 他又是一個異世界的人進去 然後有些國家間的糾紛 因為其實他講到的設定上 他的城堡 其實最近那條村 剛剛好是三個國家之間的位 於是現在他就算是侵襲 騎士行為 都講到 究竟用著這個國家的旗幟來攻打 或者搞人 但是究竟是否真是那個國家的人呢 現在來的這個國王 那個衛士長 還是那類騎士長 那些 他會牽涉到他國家的affaires 就不是他自己組織的國家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有別於Lock Horizon 他是一個人而已 很難有一個很具體的組織建構 哪怕是他現在有一群NPC 但是那群NPC 對他的概念 跟他們不同 就做不到Lock Horizon 大家都是普通人 跟大地人的分別 所以他會像是靈芝士摩便 有一個特殊的人 混入了這個世界 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就會聯想到 會不會好像 跟他一樣 有其他的玩家 墮入了這個世界上 甚至你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裡面 因為他的魔法 設定已經改變了 你可以看到 其實飛雪有說 他召喚了守衛 然後然後 那個守衛說 我召喚了守衛 不是應該守護 他召喚了一隻 死亡騎士 還是黑暗騎士 他是想拿來坦 那兩個魔力 誰知道 他就順手叫他 去打那些騎士 結果 這隻坦走了 怎麼辦 他真的跟他的指令走了 但你要看到 這套東西裡面 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的魔法 因為他也會解釋 他自己的法術 究竟是一個什麼法術 當然 詳細程度不高 其實現在看到的 但是你會看到 會不會在這個世界 他這個法術 他講的效果 跟他講的效果 其實是不同的呢 純粹是 他之前遊戲裡面 用的那種魔法 那個效果 跟現在世界上 用的效果 有機會是有差別的 對 還有另外一件事 也跟Lock Horizon不同 他一開始也有說過 因為Lock Horizon 那種遊戲 還未仍然在 他會看到那些版面 NPHP 這裡就沒有了 所以飛雪有說過 這些東西要靠古 究竟用了多少NPHP 所以就牽涉到 可能有些要描述 還是要永唱 結果就變成命令 但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裡面 我覺得 我不知道它是一個作畫 失誤還是什麼 在村裡 有一個女生 受了重傷之後 她給了一支回復藥去喝 這支回復藥喝完之後 那件衣服是會修復的 這個其實是遊戲上的設定 但是現在不是一個遊戲世界 如果你以遊戲世界那種感覺 就是說 他喝回復藥的時候 他應該 那支 將他的狀態 變回到以前那種狀態 修復藥看 我都覺得OK 他那種效果 就不像一種回復藥的效果 反而是時間倒流藥劑 那種效果 我覺得整套東西裡面 我現在看到這幾集裡面 我是唯一一個最詭異的位置 沒事啦 男主角配音 零時迷止 說完 喝完之後 喝完之後 然後這女生 連衣服都可以修補到 這支是什麼來的 不是的 沒什麼問題的 可能她這個世界上 衣服就是那個人的一部份 那我又不是很聰明 你解釋不到的 就是什麼眼鏡是本體的 要挖魔衡的 你設定要裝甲你的 這個不是遊戲呀 那我又是理論跟你講解釋 明白嗎 遊戲理論是一個專長的 不是 如果你是疑世界的 你不要管 這件事 不是 在疑世界你怎麼解釋都可以 你現在選屈的 你是假來的 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唯一 我覺得其實 我會當它其實是一個作畫 她說 太難畫 所以說 隨便 修復了 修復了 修復了就算 你不需要說 那女兒的背部 突然之間 傷口修復了 說 那件衣服修復了 血跡都沒有了 那就修復了 所以我不是說 是這個 她純粹是一個概念 時間會縮 一個小小偷換概念 她想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去表達就是 她沒事了 這樣 但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太遊戲了 她現在不是一個遊戲世界 這個我覺得是 唯一 你說我看到她沒有 現在唯一一個 最大的舖租位 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純粹她的表現是不合格的 你說故事之後說什麼 就不知道 其實要再看下去 要跟著下去 但至少看到現在 就說她不跟我們 看開所謂遊戲 不能登出之後的危機 究竟是怎樣 過往的風格 有一點點 不過你說她有別於 其實也算大路 不過你說角色 就變成你不是勇者 你似乎是一個魔王的角色 這套應該不是說 人與人的爭拗 其實角色只有一個 其他都是NPC的角色 這就是說 我怎樣去征服這個世界 這套東西 再看下去 我們看看是怎樣 我們就去下一套